优优狸人的这种小律 说修访者要修行到 什么样一种程度 才有能力去给一个物品开光 修行到你是知道开了没开 你最起码知道自己开了没开 我是知道自己能不能开了没开 没开就没开开了就开了 不是每天 我觉得最起码学到这一刻 就很多师傅他并不知道他开了没开 他只是有一个程序 他就那样编甚至有的拿个镜子照一照 说是开光的 或者是有的我对着他就念经 念上三本经我觉得他就开了 其实自己也不知道 反正我念了就是那样 拿经开嘛 但是你就是说你要知道的话 方式就很多了 你要能看见的话方式就很多 比如说你给佛像开光的话 比如你给观世音菩萨的像开光 或者文殊菩萨的像开光 你会看到那个像是火起来的 然后又会放光啊 然后有菩萨进入啊 就好像跟菩萨合为一体啊 有很多症状的 就是会在 会在那开光的东西 要出现文字啊 出现图像啊 这些就切入了信息了 比如说给狩猎啊 或者很多东西 你会发现狩猎上会出现一些 甚至有的人会出现业力啊 他的过去生的很多图像 你在开光的过程中 比如说我给国瑜开光啊 他的东西 那个王美拿了的东西 两个同样的两串狩猎 其实有时候是 如果是两个人不同的话 开光的时候 他这边出现的图像 跟这边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会看到 你很多的信息在这个 我要清理清理清理 然后这个东西才可以放光 否则就像无有笼罩 你这边也是 就是说每个人都是 但是如果随着你能力的提高的话 就无分别了 就是说你三个人 假如全放在这儿 就是全部就一次就过了 就是随着你证量越高 你清理起来越容易 如果你有的特别重的时候 你就单独再拿出来再清理 如果差不多 其实你大部分差不多的时候 你就一次过 一次过是才一样的 它会有图像 信息 就是你必须你看到这些东西 然后你甚至知道 你看到什么程度 就心里很清楚 你说今天这个 你只能开到这个程度了 反正就你那天的能力 你只能开到这个程度 那就开到这个程度嘛 也就是说以后再说了 就像你度人 你可能你只能把它度到天道 或者什么就那样了 始终我觉得还是重要 我们的拍摄非常速度快 啥啥啥啥不断地拍照 就是整个字 那个字 和子高清 拇满清 就一直那样 我不知道 Mitchell 那叫几地 他刚来都在满意 не counterpart 嗯 目前我还不知道 不能走去了 告诉你 您上次跟我说就是说在关了呼吸的时候 关了我比如说成到海里人或者成到生发工作的时候 气氛的呢是住在一面一下自然想出来再放出来 还是就是任何自由的呼吸 自由的呼吸也可以 你就是住一下也可以 这都可以看你怎么舒服怎么来了 你怎么能觉得好 法无定法 气氛很脏 整个气氛会很脏 你脏就换一种方法 你要觉得不舒服就换 我不用去管它呼吸基础还是不基础 再慢慢把它沉下去 你管它是管不了的 你反而是静下来不管它 你只管一个地方 剩下的自然会慢慢了 你说我去又管这又要瞧呼吸 那不瞧呼吸它 它自然就瞧过来 它自己瞧了 任何东西你加上意念倒影反而是出错 你可以关注尤其一手它是一个关注 但是那种关注 就是说你很多人是 我觉得问题很多人是就习惯看 尤其看电脑或者是什么 经常我们也气在头上 那种关注方法是有 就是说有时候是 好像在思考那个地方 就习惯又思考 连关注都不会 关注是有旁 跳出来有旁观的角度一起看 就是那种 但是这样子盯着好像是在思考头上 就是明显的感觉能量在头顶上那种 就不会内乖不会一手 这个就慢慢要自己瞧着瞧着 自己瞧到那个微妙地方 那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